团团一马当先凑了上来 韩岳帝国五少女紧随其后 只是没等他们动其手 一声巨大的轰响突然传来 整个岛屿地面都跟着震颤了一瞬 天哪 这怎么回事 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相互顾盼着左右 直到那两道无比巨大的轮廓出现 仿佛视野都跟着黑了一大半 那是两只小山一般大小的士灵巨兽 光是气息就要比面前这些小的士灵兽 强横太多 估计这两个大家伙 足以抗衡神英镜的强者 没有徐阳和女帝在 这场团战一旦开打 肯定是龙昆等人吃大亏 光是这两只巨大的士灵兽 首领就相当难对付 妈的 这下难办了 小的打不过 居然将大的给弄出来了 龙昆一阵无语 但他明白 自己身为团队可参加成员中 唯一一个男丁 别说是两只士灵兽首领 就算是两头巨龙出现 他也只能扛在最前面 玄武附身 龙昆一声怒吼 恐怖的碧绿色光芒 从身体外围凝聚 正是他目前所能试展出来的 玄武真功最强奥义 一定程度上 这功法是在模拟玄武血脉 在短时间内 让肉身增强到极致的防御效果 看照 龙飞翼飞冲天 口中喷出最为炽热的凤凰烈焰 暂且将这战场分割开来 主动吸引了两个大家伙的战力 当然 就算龙昆有玄武之力护体 也绝对不可能同时对抗两大巨兽 他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拖延时间 为后面的战友们 提供更完美的输出环境 动手 谢大小的 再直言龙昆 快 白莲雪临时领导者的角色 再次扮演了起来 大家也都对他的指令 十分信服 灵瑶和灵情书 为两大最强火力点 集中以剑道之威 轰炸一只小士灵兽 小团团和白莲雪两人压制一只 剩下那一只 则交给韩岳帝国 五个姑娘轮番上阵的对抗 一直以来 大家似乎都已经习惯了 遇到危险就往徐阳背后躲 女帝这几个徒弟 更是没见过什么真正的战场 平日都跟在女帝 在韩岳帝国安心休养 实战经验方面 她们根本没法同白莲雪等人比 但这五个丫头 胜就胜在幻术底蕴身后 精神力十分强大 而且五个丫头之间的配合十分默契 对于这种围攻战 她们的发挥空间反而更大 明确的分工 让局面暂时得到控制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方面压力都在不断增大 妈的 这种士灵兽似乎能够不断增加自己的属性和战斗力似的 真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啊 我们刚刚几乎都要完成镇压 却又被她突然释放一股气息冲散了进锅 现在倒好 似乎刚才做出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韩岳帝国几个丫头不是想要这抱怨 只是这样的对手真的太过难缠 光云剑 云杀 灵瑶突然冲天而起 背后一股硕大无比的天剑轮廓浮现而出 场面之震撼 气息之强大 便是下面的队友们也都为之一愣 哇 这就是灵瑶姐姐真正的实力啊 似乎比之前比赛的时候还要强大许多呀 韩岳吴小花纷纷露出震惊的表情 看着那把高悬于背后的天剑轮廓 充满了憧憬的目光 天剑之围出现 灵瑶一剑劈下 对应那只士灵兽被斩出一道血痕 皮开肉绽 躺在地上深吟了起来 灵清书并未给这小兽更多喘息恢复的时间 第一时间窜到跟前 一剑刺入士灵兽体内 血水潺潺流出 痛苦的呼叫声证明 他已暂时失去了反抗灵力 或许是看到了自己的后代被重创 两只巨兽同时发出震天咆哮 狂猛的声浪 将与之周旋了半天的龙昆震得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出 龙昆倒是没有伤到本源 但这两个大家伙联合在一起 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能够抗衡得了的 你怎么样 灵瑶来到龙昆身边询问了一声 同时将目光落在那两只巨龙身上 没用的 这两个家伙防御率相当的惊人啊 而且正如那几个姑娘所说 他们这一组好像能持续增强自身的战斗力 越打越是吃力啊 应该有特殊的属性加成手段 灵瑶促起了眉头 那怎么办 徐阳他们两个还没清醒过来 我们不可以离开啊 还能怎样 隐藏了 龙昆这副样子 倒是让灵瑶和身边几个姑娘对之刮目相看 平日点儿郎当的没个正行 还总惦记着偷懒 可一到这种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 这家伙总能冲在最前面 或许这就是他会被徐阳留在身边的根本原因 一个人的品质 与他的实力强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狂暴的脚步声逐渐临近 两大巨兽已经开始朝中央方向不断逼近 不过同在此刻 另外两只被围着的小兽 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创伤 短时间内应该不能恢复战力了 所有人分散开 白连雪说着 回头看了一眼 依旧平静躺在地上的徐阳和女帝 也只是咬紧牙关 已经做好了誓死捍卫这二人的准备 听着 如果我挡不住 真到了绝命关头 带着他们离开 白姐姐 你要干嘛呀 龙昆刚要阻止 却见白连雪背后一道 无比璀璨的圣光连体缓缓浮现 天哪 这几个姐姐居然一个比一个惊艳啊 这是传说中的圣连蛊吗 太不可思议了 那银色莲花中央 掺杂着淡淡的金色光芒 正是沐浴过真龙之力后 发生的特殊变化 如今的白连雪 已是元神大元满镜 随时都有突破神鹰镜的可能 他也觉得自己是时候 该逼迫自己一下了 佛光普照 白连雪施展佛门传承最强功法 无尽灵气国体 撑开一道无比绚烂的金色掌纹 推向这两大巨兽 两大士灵兽同时发出一阵怒吼 狂猛的力量瞬间崩碎面前金色光幕 两大巨兽加起来 实力真的是超越这些人太多 境界上的差异到了一定距离后 是没办法凭借外力弥补的 休息